在了解了性侵的成因跟類型之後 其實林老師要透過一個案例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案例事實上是非常獨特 但是其實大家要開始來想想看 以後我們要從案例來看分類學 再來看它是怎麼形成的原因 然後再來幫助他輔導 那我們來看喔 這是一個新聞是寫 老翁連續性侵幼童 然後十一男四女 注意喔 有沒有男童啊 有 十一個 那這個案子是這樣子喔 在民國九十二年 在高雄縣那時候的大寮 然後呢 他是一個農民 那當然知道啊 他是在 是一個七十一歲的老農民 他對了十五個男女童 然後性侵害 然後呢 這個案子是怎麼樣發生的啊 是同學之間在國小 在丟字條 結果老師說過來 字條拿過來 結果再看 等一下要不要去一爺爺家賺錢 他姓一 一金的一 然後呢 賺什麼錢 後來問一問才知道 注意喔 他這次是第三次被捕 也就是他第一次二十年前也被抓到 出來之後不到一年 也是十幾個男女童 又被抓到 然後也是隔了一年 這一次是第三次被抓到 有一個刑警隊 或是少年隊那時候的副隊長 或是隊長就去問 您為什麼是這樣子啊 然後您在那時候是怎麼樣 有沒有有被性侵害的經驗啊 那個先生才講出來 這個義爺爺才講出來 他呢 在那時候在大陸撤退的時候啊 他因為身體長得瘦小又沒有東西吃 他就仿抱自己 他是十四歲而已喔 抱自己十八歲 但是他身體呢 太小了啊 沒有辦法打仗啊 他說那你來撿柴火 但是白天撿柴火 晚上被要求性服務 所以這是他後來的情形 請問您猜到了嗎 他是哪一種 兒童性侵害的類型啊 我剛剛講過 其實呢 兒童性侵害百分之百都是戀童症 那請問他是 顧著型還是退縮型 他是專屬型還是被專屬型 其實答案呢 就是專屬型的戀童症 那他也是顧著型的兒童性侵害 我們來討論一下 那台灣近年曾經發生 數起的性侵害案件 那又是各屬於哪些類型呢 第一個案件 我們來看喔 陳靜心他有十餘起性侵 然後跟強盜 他是哪一個案件呢 第二 陳金火跟廣德強性侵害台中龍井鄉的一個女保險員 這大家可以上網查 他是有性侵跟分屍喔 來看看他是哪一個類型 第三 第三就是彭婉如命案 然後他被計程車司機載走 然後呢 之後呢 呈現的屍體是亂刀 而且呈現出裸屍的現象 然後呢 他是哪一種呢 算不算性侵害呢 其實光他是不是性侵 好像警察局都有不同的想法 不過呢 其實按照我們專家 您看過我的分類 您看是哪一種 第四 跟隨女子進電梯而強壓他們到屋頂去性侵的一個族客的工程師 您猜一下他是哪一個類型 您也可以上網找一下他的整個性侵過程 第五 台南觀廟有一個人 然後呢 他其實看不起他 然後呢 他後來就是性侵了14名國小女童喔 然後第六題 然後台中的某國小導師 他性侵他們班上的六七個男童 來想想看 然後他們各是哪些類型 好